今日香港媒体报道 梅艳芳的大哥梅启明被拍到 鞋与一年约40的女子在铜锣湾街头十指紧扣逛街 照片中梅启明和该女子来到了一家服装店买衣服 花了2000元左右 期间两人举止亲密 看起来关系不一般 而面对媒体访问出轨一事 不仅梅启明默认 其老婆也默许了这一行为 据悉梅启明与妻子的关系一直很让大家关注 早几年间梅启明曾被拍到在街边与妻子大吵大闹 吵架期间她还时不时地用手指着亲儿 在过马路的时候 梅启明抛下妻子快步行走 完全不顾身后的两人 直升回到公寓 看来夫妻二人出现矛盾 不仅如此 梅启明和自己母亲的关系也不是很好 自妹妹梅艳芳去世后 梅启明和美母每隔一段时间就会 因为梅艳芳的遗产分配问题打一场官司 如今她一年近期时却没有工作 品日理之初是靠梅妈从梅艳芳基金会里拿到的生活费 没有想到即便是如此 她还是被拍到与美女街头散步 十指紧扣毫不避嫌 看到这样的家庭情况 不得不有些心疼梅艳芳的母亲了